简单又好吃的七种营养粥做法 最后一种简直绝了 第一种 作为广东人煲汤煮粥就是我们最拿手的 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学会这个海鲜粥 九块九的大虾去投 再背上开一刀 砂锅中倒入虾头 葱姜蒸香 小火炒出虾油 接着倒入一碗长姜水 泡好的大米 扣盖焖煮15分钟 再把虾头挑出来 倒入大虾 胡萝卜香菇 青豆增加营养 小火再煮5分钟 加盐 胡椒粉调味 这样做的海鲜粥鲜美又营养 待人小孩都爱喝 你也收藏试试吧 第二种 低卡又营养的小米南瓜粥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今天这个做法建议收藏 小米用冷水浸泡4分钟 这样才能煮得开花浓稠 煮小米一定要水开下锅 用筷子搅拌1分钟防止粘底 接着放入南瓜 红枣关盖小火焖煮20分钟 最后放一勺冰糖 一把枸杞再煮3分钟即可 这样煮的小米粥香甜好喝又营养 关注我 以后你就不用做饭了 第三种 女孩子们不要老吃冰淇淋 麻辣烫了 这道牛奶就要收好 糯米 红豆 花生 先用清水浸泡1小时 再加入黑米 盐子 起进倒入炖中 加红糖 昨天下雨接的水 放入内胆 关上盖子爱营养都模式 时间到 加入100毫升牛奶搅匀 经常喝脸色红润 拍照都不用开美颜了 第四种 早餐多给家人吃山药 比大鱼大肉还要营养 山药拍碎然后剁成颗粒状 倒入砂锅中 加玉米粒 帝王我家的水 先煮10分钟 再淋入一个鸡蛋液 加一盒纯牛奶 白糖和枸杞调味即可 汤线味美 赶紧保存起来做给家人吃吧 第五种 不想吃饭的时候 就试试这个咸淡黄粥吧 5分钟就能熬好 味道特别鲜美 简单又好吃 大米是提前冻好的 一定要倒在开水里 能使受冻的米迅速膨胀 更快地吸收水分变的粘稠 加青豆、虾仁 煮好之后 加上适量的盐 胡椒粉、咸淡黄酱 搅匀后香味一下就上来了 再次煮开 撒上米盐的葱花即可开吃 这样熬的咸淡黄粥 好吃又营养 老人孩子都爱吃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六种 两个皮蛋和大米一起使劲抓稀碎 抓成这个猫样 加滚烫的开水 后干焖煮30分钟 再放姜丝、瘦肉、青菜、盐调味 再煮20秒出锅 营养又美味的皮蛋瘦肉粥就完成了 第七种 天气冷了 女人们学会这道苹果小米粥 小脸红扑扑 锅中放入小米 10颗红枣 切块的苹果 加入一碗漂亮水 扣盖小火焖煮30分钟 加一勺红糖和一把枸杞再煮5分钟 暖心又难胃 学会了记得点赞收藏 非常的感谢 抖晕